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仔细教育数学课堂 我是博彩实验中学数学老师廖华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绝对值 什么是绝对值呢? 一般情况下,在数轴上表示数A的点与圆点的距离 我们称之为数A的绝对值 记作A的绝对值 它的写法就是在A的两边各打一数线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2对应的点到圆点的距离是两个单位 因此-2的绝对值是2 再比如-1到圆点的距离是一个单位 因此-1的绝对值等于1 再比如-3所对应的点到圆点的距离是三个单位 因此-3的绝对值等于3 从绝对值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数的绝对值实际上就是数轴上表示这个数的点与圆点之间的距离 下面我们来看一绝练习 第一题 表示正7的点与圆点的距离是7 也就是说正7的绝对值是7 我们记作正7的绝对值等于7 第二题 表示2.8的点与圆点的距离是2.8个单位 即2.8的绝对值是2.8 记作2.8的绝对值等于2.8 第三小题 表示0的点与圆点的距离是0 因此0的绝对值还是0 我们记作0的绝对值等于0 第四题 表示-5的点与圆点的距离是5个单位 即-5的绝对值是5 我们记作-5的绝对值等于5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二小题 一二小题是两个正数的绝对值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依然是一个正数 第三小题 0的绝对值还是0 第四小题 一个负数的绝对值 结果变成了一个正数 因此绝对值具有如下的性质 一个正数的绝对值就是它本身 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0的绝对值是0 用数学式子我们可以这样表示出来 当A大于0 也就是说A为正数的时候 A的绝对值就是它本身 当A等于0时 A的绝对值等于0 当A小于0 也就是说A为负数的时候 它的绝对值等于A的相反数 我们表示为负数 从绝对值的性质 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数的绝对值都不会是负数 也就是说 任何数的绝对值 它一定是一个非负数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练习 第一题 第一题 有理数的绝对值一定是正数 我们刚才说了 0的绝对值是0 而0呢 是有理数 但是它不属于正数的范围 因此第一题错误 第二题 如果两个数的绝对值相等 那么这两个数相等 3的绝对值是3 而负3的绝对值 我们知道 还是3 因此 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 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 如果两个数的绝对值相等 那么这两个数啊 可能相等 也可能 相反